欢迎来到话题面对面单元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国际所瞩目的川金会 川金会的地点在千朝万选之后总算是出炉了 由新加坡圣陶沙岛上要举行 那么加配了酒店来进行这一场众所瞩目的川金会 其实呢加配了酒店因为地形的关系 再加上周遭都是树林 不仅是隐蔽性比较高 也不容易让外人所进入非常符合维安条件 今天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战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富国 刘老师刘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做分析 老师我们想知道这次川金会的地点是在千朝万选之后 终于是出炉了 是新在新加坡的圣陶沙岛上的加配了酒店 卡片拉举行 想请问老师这次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地理环境比较隐秘 跟维安是完全的绝对的关系吗 还是有其他的理由 是这个非常难得 终于这个川金会确定了就在这个新加坡的圣陶沙 第一个我们应该大家都有兴趣的就是为什么在新加坡 是一个中立国 是 那这个川普在之前也传出讯息 他想要学习这个马锡会当时在这个新加坡举行 是 那因为新加坡对两岸来讲是很特别 而且他是一个各方面都相当有纪律的一个社会跟国家 所以说第一个他在新加坡举行 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在选择 我们在猜想新加坡都在这个第一线的这几个国家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选在最后选在这个圣陶沙 因为之前这个第一次 双方讲好还没有这个就是说第一次这个准备的时候 还没有说改变主义说不开了 然后又回过来要开 当时呢大家都认为说 揣测是这个香格里拉 对 那因为香格里拉在这个2001年开始 一路这个每一年举行这个香格里拉安全会议 是 这几天才举行 是 那我过去参加这个香格里拉会议的这个经验 就是那个地方维安比较容易做 它的这个附近的没有什么商店 就是一个比较像热带的这种公园 是 环绕它旁边 所以它维安非常容易 那当时呢我们都以为说可能会在这个香格里拉 而且它就是马席会的这个地点 是 那当然这个很多媒体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说 当然是这个维安的问题 是 因为这个圣陶沙是一个新加坡独立的一个岛 半岛伸延伸出去 进出好像也困难要需要特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pass 或者什么居民证或者是什么会员卡之类的 我听说 那这个因为它是像一个半岛型的这种地理位置 所以它的海空 据说新加坡这一次调动海空军都会在这个海外 这个岛的这个外围去进行这个维安的工作 是 所以说从这个维安的工作来讲 维安不只是路上空中 是 那这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点是比香格里达饭店还要理想 更理想 更安全性更高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次的川金会最主要的议题 聚焦在北韩这个契合的这个议题上 美国当然方面是要求北韩要用这个可验证 而且不可逆的方式来全面性的废核 但是美国有位前国家情报总监他提出说 如果说那么北韩方面也要求全面无核化 你也要扩及到美国所部署的这个可搭载核弹的这个轰炸机 老师刚刚讲过就是B-52 美国如果真的答应了撤出 那么像是日本跟南韩这些核无保护伞也就因此就消失了 那么想请老师分析对于这种所谓全面性 或者是所谓阶段性的废核 双方会不会都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会不会互不相让 那如果说这个核无的保护伞消失的话 日本跟南韩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个这一次这个川金会在第一轮双方同意要开 还没有改变这个之前呢 这个川普的嘴非常硬 他就讲说一定要这个废核 这个条件这个门槛很高 你要跟我坐上桌子谈谈 要有这些先好像有一点commit 我才会跟你坐下来谈 那在当时呢 他是用这个全面性 这个可验证不可逆转 这样子的这个方式来要求北韩这个就是废核 但是呢这个从头到尾我们这个学习东碑亚安全 大概都非常了解 这个核武器呢是金正恩的这个保命符 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非常怀疑说他愿意把它拿出来 他怎么可能答应呢 那所以说这个这一段时间就是在第一波双方已经说要开会 后来呢又说不开了 结果再回来要开 那现在川普的这个新的国安顾问 是 那个John Bolton 他现在把这个字啊 原来是讲说全面性可验证 那这个把它改成了一个永久性 永久性 他就是说也是hawkish hawkish 他更强硬 所以鹰派中的鹰派最绝对的 是 那所以说在目前这个情况 我这个密切观察川普从这个决定要开川经会 一直到现在 似乎在这个说辞上他也知道不太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个 这个核武器呢是北韩 他这个等于是维护他的这个安全最重要 因为大家会怕他主要就是核武 所以他不可能拿这个出来 这个用外交谈判就放弃掉 那第二个呢 这个美国也 这个川普也知道 他跟这个金正恩从来没有见过面 而且一来就要求这么严厉 最高的人是 变成一个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人家达到最终的目的 是 那所以说在第一次 双方都同意要开会的情况之下 是 美国不断的在这个核心的这个成员里面 是 John Bolton 他还讲到说这个利比亚模式 是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武器全部交出来 废核了以后 你后面美国来管理 那他就提到利比亚这个模式 是 但是他很不恰当的引用利比亚那个强人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模式来被害 对 那这个金正恩就很生气 他觉得说美国 不想不想不想谈了 是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氛围不好 那当时他还为了这个缘故 特别到大连跟习近平见了第二次 对 就是说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跟这个习近平交流 知道说哪些底线 那当然这个是秘密 没有传出来 可是很多大陆的媒体 都知道了 就这个事情 他觉得说习近平也会劝他说 有一些事情不要太急 如果不适当的话 不要立即答应 那这个就是废核这个问题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面向 另外一个面向 如果说真的要谈 这个我认为说这是第一次川军会 他们可能只是就这个原则性的 大方向会有一些共识 比如说之后要就这个废核的问题 继续往前谈判 那就是双方的这个小组 后续才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如果说要去谈 这个当然北韩这个核武 是要用什么方式 一步一步的去废除掉 那当然反过来北韩就是说 你这个要撤军 从韩半岛撤军 另外就是说你的这个核子保护伞 在东亚的这个区域 就是整个要撤除 当然这个对日本跟韩国来讲 影响非常大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确保北韩 有这个可能性 把这个核武都废掉的话 他们没有必要 这个美国真的是没有必要 说要撤退这个核子的打击武器 在东云 所以其实这个川军会 其实大家都说 川军会是充满了习主席的营造 就在我们这个现在在进行节目的当中 也我们有消息传出说 好像是这个主席元首的专机 好像已经起飞 据说据说很有可能 金正恩会跟他借他这一部元首专机 到这个大城到新加坡去 那么刚刚老师你也讲到说 其实呢 这一次呢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川普 他的很重要的核心幕僚 像刚刚讲的这个John Bolton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国务卿Pompeo 还有他这个就是 他有三个最核心的这个幕僚 好像自己彼此之间 大家都有一些的这个意见 看法不是说相当的一致 所以大家一直在协调当中 那也包括了像是金正恩 他在就在这个川军会召开的前夕 他也是大动作 竟然就撤换了他的三位高官 分别是他的人民武力部长 还有人民军总参谋长 还有总政治局长总政 据路透社报道说 美国官员认为说 北韩有些高官 其实是对于金正恩跟南韩 还有美国之间的互动 不是那么的满意 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金正恩就 我就下令解除你们的职务 那么想请教老师 有可能吗 金正恩他现在是不是处于 内忧外患的情况 有可能吗 一方面他也要担心出国的时候 北韩的军队是不是能够安守住家园 或者是说北韩的军队是不是有二薪 会不会叛变 那么又要担心在新加坡 他其实也是有人身安全的问题 当然这个 从这些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揣测 这个金正恩要出国之前 因为这一次对他来讲 是真的是就任领袖以后 第一次在国际的媒体之下 飞得这么远 那他当然会担心有病变的这个情况 是是是 那这一次也非常特别 就是说川普在几个月前才刚刚测换这个国务卿 是 那这个蓬佩奥刚刚上来 那包括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是新的 是 那这个金正恩也在做他的内阁的这些调整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人抱持不同的意见 那他撤换了这三位非常重要的这个军头 其实最主要就是他们对于这个金正恩跟南韩 跟美国之间的这种互动 已经超越他们原来的那种想象 所以他们当然在内部讨论一直都持比较不同的看法 或者说甚至反对 那这个金正恩大概也察觉到说 如果不把他们撤换掉 把他这个放心的这些人来担任这个工作 他出国他确实要担心这个军队会不会叛变 所以说这个我想就这个北韩的这种体制来讲 我想我们是可以理解 他所要做的这个努力呢 其实就是要稳定他在这个第一线要打仗的时候 他家里面要平民安安 可以让他这个毫无牵挂去面对这个川普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可以看到金正恩的这个外交 又跟这个文在寅又跟这个习近平几乎都是翻转了过去几年 那过去他在进行这个核四报也好 或说这个飞弹的试射 这个北京发了好多强烈讯息 他是相应不理 结果这个时候他有一些翻转 那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撤换这些重要人士 最主要当然是里面要意见要一致 让他在面对川普的时候不会有这个二星出现 那当然从美国角度来看 美国这个刚才一开始就提到 美国现在在白宫里面也有两派的这个对立 像这个蓬佩奥就是比较务实 而且他比较有弹性 那这个John Bolton是非常强硬 强硬的 目前这个川金会基本上都已经超越了这个John Bolton在他里面 因为John Bolton的那个想法就是说 这个就是就像以前那个小布希所讲的 邪恶轴心 绝对是不能用现在这种方式去面对他 但是现在毕竟是总统在当家 因为这两天 就是昨天日本的首相安倍才刚刚去华府 他又说我要跟我的好朋友 但是这个仔细看这个川普在这个记者会上 非常特别就是说这件事情在他来讲 可以创造内政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效益 所以他好几次在他的演讲里面 在记者会最后都讲到说 这是我前面几任总统 该做都没有做 他说我现在把它完成了 所以这个不简单 老师您刚刚讲了安倍 已经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见川普 可见他心里面的焦虑也不安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美国一方面 是跟北韩要和谈 但是他同时还是要继续在施压当中 他不仅是跟着联合国继续要制裁北韩 他军事方面也是有动作 像是美国就派出了F22战机 驻扎在冲绳的空军基地 应该是加首纳空军基地 那么似乎也是有一种要武力动吓 武力威吓的这种味道存在 那么想请教老师川普 他到底心里面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 是不是他要用经济跟军事 让北韩不要轻举妄动 就是硬要把金正恩闭上谈判桌 是 这个其实我仔细去解读 这个北韩跟美国在这件事情的做法 确实东方跟西方不太一样 比如说从东方的角度 这个北韩的理解就是 既然我们要上谈判桌 协商谈判 那你就应该把那些这个做事逼人 要这个比如说军事演习 还有这个派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武器 来威吓这个北韩 照理说从东方角度来讲的话 你就应该暂时停止 可是这个第一次我们现在回想 听众朋友大家这个回想 第一次刚刚决定说川津会的时候 结果决定没多久 美国跟那个南韩就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就在这个朝鲜半岛附近 雷霆 雷霆军演 那这个从平壤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觉得很不是滋味 就说一方面就要谈判了 你居然用这个威吓 就好像觉得说就逼上谈判桌的感觉 那再加上我前面讲到说利比亚模式 美国的这个国安顾问就讲到这个例子 让这个金正恩很不是滋味 所以他到最后就说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开了 可是从美国人角度 如果我们对美国有些了解 他基本上就是要谈判之前 经济的继续施压 联合国这个制裁 他也不撤除 就是在这个前天 我看到这个John Bolton都还在重复 就是说我们尽管要跟金正恩要谈判 但是联合国这个制裁 是绝对不能松一口气 看得出这个John Bolton 还真的是蛮咄咄逼人的 是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刚才也讲到不只是金正恩 他遇到反对的这个三个军头 要把他换掉 像是川普的三大巨头 刚才讲的是安全顾问 Borden John Bolton 他也看衰川金会 然后呢 那当然新任的这个国务卿 以前的中情局长 CIA中情局长蓬佩奥 还有国防部长马提斯 他们本来是比较低调 好像是比较稍微割派一点 但是最近就是你们刚刚讲了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当中 马提斯他又表现出了这个强硬的态度 他也提到了这个美军驻南韩议题 会不会班上谈判桌 我们也知道说 可能也因为川普 可能是财政的考量 他有打算将在南韩 就是有两万八千 八千多名的这个驻扎南韩的这个美军撤军 那么想请教老师 那么川普他的幕僚想法的差异 是不是真的很大 那对于川普会有影响吗 还是川普他有他自己的主张 基本上这个川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总统 他强调的是我帮你打仗你要付钱 我想到他这个是这个企业家老板 那个最近非常有趣 讲到说这个如果说两韩之间 这个要统一的 然后那些需要的花费 他就讲说那这个就是第一个 就是韩国自己要付费 第二个日本 然后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 然后他就说美国是帮助他们 不需要付费 所以这个完全是反映了企业的一种思维 不过这个放在现实的国际政治里面 当然很多国家都在 就不同的意见都会对他有些批评 但是现在回到就是说 这个驻军 对 南韩驻军 这个南韩驻军 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 这一次的川金会 基本上还不会谈到这个那么细节的问题 当然如果说就像我前面讲的 这一次如果川金会相当融洽 双方有共识 也希望说就这些议题 分配给这个不同的官员 也许部长带这个工作小组 在未来几个月慢慢去谈 那些议题就会慢慢的浮现这个台面 去讨论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 是不是有很多媒体说 这个川普去马上要谈到撤军 我觉得还不太可能 基本上是不会碰触到那个意思 而且美国也非常清楚 就算是这个两韩统一了 它现在都还没有说要撤离美军 这个离开这个朝鲜半岛 所以目前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大家去比较务实的了解 就是这个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美国 在东北亚存在的这个象征 那它当然对中国大陆会有某种程度的压力在 那这个中国大陆跟北韩都希望 假如说情况改变的话 那美军就赶快请回家了 不要在这里 但是这个可能性目前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这个川金会除了这个废核议题之外 像刚刚老师讲的韩战的中战宣言 也是瞩目的焦点 但是为什么中战宣言呢 为什么是中战最终的中战宣言呢 原来南北韩现在还是处在战争的状态 那么想请老师跟我们解说一下 这个韩战的背景 北韩呢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支持之下 跟美国跟南韩 他们有一个停战协定 那这个停战协定只是说 我们现在不打了就把它停下来 但是这个中战为什么 这个中战就表示说 停战 ceasefire停止 就是现在就是暂时不打 就是把那个军事行动停下来 所以说理论上还有法律上 北韩跟南韩跟美国 仍然是在战争的状态 那除非是双方签了中战协定 中战协定就是说 所有的敌对的这种行动 还有他的这个态势呢 全部都就停止了 所以就没有这种军事敌对 把对方当敌人 所以他中战协定跟停战协定 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 那中战协定这一次呢 已经有提 有可能要谈这个中战协定 因为就美国来讲 我们现在跟你谈这个见面来谈 这个是跟敌人在谈事情 所以说中战协定应该是在第一步 如果说中国大陆南北韩还有美国 这个能够就未来的这个发展 第一步就是要先去谈中战协定 把这个身份还有彼此的关系确定 然后再来是走到这个和平协定 所以外界很关心 美朝韩到底会不会一起宣布 所谓中战宣言 但其实中战宣言好像也没有什么 这个如果没有说大陆一起签署的话 它根本也是不具有法律的效力 那么老师请问一下大陆方面 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那么大陆对川经会谈判 到底态度是什么 其实有一段时间 就是五月中旬那段时间 川普都在公开讲说 习近平是不是搞鬼 害得这个川经会 本来就在agenda上面就要开了 怎么突然又逆转又不开了 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 五月八号大连那个会议 金正恩跟习近平的会议 应该习近平有 下肢到肩 对对 面受激怡 所以说他就马上翻脸 所以他就怪习近平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就我们后来听到好多讯息 这个习近平对于这个川经会 基本上是乐观其成 乐观其成 因为他觉得说 只要北韩在他的掌控的这个范围之下 跟美国去谈稳定这个东北亚关系 对大陆来讲 也是这个符合国家利益 是 那么川经会下个星期就要登场了 白宫发言人说 第一场会议将会在6月12号 周二早上9点举行 但是这位发言人也说 第一次 他说第一次 让大家猜测 我们就没起想 双方是不是还会有进行多次的会谈 那么这次的会谈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怎么样观察 怎么样预测 这是一个预测性的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两位 非常难以预测的领袖 要去预测他们的这个结果 其实是不太容易 当然现在就是说 他们好不容易 这个双方约定都安排好 也跟新加坡 因为今天此时此刻 新加坡的外交部长 维文 现在在平壤 在跟这个北韩的外交部长 正在协商那些行政礼仪的相关细节 那这个至于说第一次会议在下礼拜二九点开始 我们估计可能他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九点开始有一个正式的双方的会谈 也许第一天完了以后 是不是下午或者是说隔天还要再进行第二场会 那当然现在猜我个人看这个川普这种做法 他可能是保留说有第二次的机会 但是要看第一次金正能表现如何 如果双方相谈甚欢 有可能第二场 然后再继续谈这个细节的问题 不过我想我非常同意 就是说川金会毕竟是目前在这个整个亚洲众所瞩目 对于大家周边国家的这个安全 它影响非常大 那这个从外交的角度去解读这个川金会 不管他谈出什么结果 就我个人的看法 只要两个人能够握手坐在一起的话 这个整个安全情势就已经是转到另外一个情况了 所以说对大家来讲我们都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就像老师说的 那么今天的会演看天下 为您深入剖析了川金会目前的最新情势 那么下周川金会就要正式登场了 也请您持续锁定 每周六晚上九点钟会演看天下 我是王宝慧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而是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领导 很多领袖都会